提及好的人生,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。 在世俗的观念中,有些人将成功试作追逐外在财富和声望的标签, 所以不断追逐那些看起来更亮眼的东西。 然而,他们并未意识到,要想过上充实、圆满和幸福的人生, 我们还需要思考并处理好人生的私笔账。 毕竟,生命是一趟单乘列车,没有回程路。 唯有经营好每一个账本,才能在不确定的岁月里抵得住路途经济,迎接未来更好的旅途。 1. 算清财富账 有一句话这样说,财富就像一把魔术棒,能够化解生活中的诸多困难和烦恼。 的确,丰厚的收入能抵消人间万千疾苦。 倘若过分专注于积累财富,罔顾其他方面的追求,便很容易在社会这个竞技场上,错失宝贵的机会和体验。 唯有持续不败的自我投资与时俱进,才能够让财富实现升级,享受到更高层次的幸福感。 杨岚从小成绩优异,大学毕业后凭借扎实的实力,积身主持人行列,被政大综艺栏目组选为主持人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工作四年后,为了见识更广阔的世界,25岁的他毅然决然辞去央视工作,孤注一掷的出国留学深造。 更是在三十岁时,毫不犹豫地辞去在凤凰卫视的工作,开始创业之路,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的梦想。 或许在他看来,真正长久的财富不是被过去的舒适和金钱束缚,而在于个人的成就感和内心的满足。 当然,并非每次的选择都是正确的,有时候他也会感到束手无策。 但对他而言,在尝试和失败中学习,总比在保守中止步更有价值感。 只有勇敢面对挑战,才会有不断提升能力的契机,抵达梦想的彼岸。 诚然,时代瞬息万变,懂得拓宽心智的广度,主动更新自己,远比实现财富升级更重要。 卡奈基也说过,财富并非来自于你的工作报酬,而是来自于你的储蓄和聪明的投资选择。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,不仅取决于他的赚钱能力,还在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。 因此,在这个随时变化的世界里,比勤奋更重要的是及时迭代认知。 在日积月累中不断锤炼独一无二的竞争力,你才能接得住财富带来的红利。 二,算好健康账。 哲学家书本华曾说,幸福十分之九是建立在健康基础上的,健康就是一切。 无论工作和生活多么忙碌,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,一切终将无福消瘦。 然而,87岁高龄的容嬷嬷李明启却告诉我们, 无论何时何地,关爱自己的身体才是实现一切理想的前提。 生活中的他每天坚持快走,让身体微微出汗, 这有利于血液循环。 甚至在不远的地方,他都选择步行而不是乘车。 即使是在拍戏间隙,他也不忘随身携带针线之毛衣。 他深知人体手部神经密布,经常活动对身体的益处。 对于这位年迈的老人来说,身体锻炼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有助于提升心理素质和情绪管理能力, 还能让他更好地应对拍戏所带来的高强度压力。 然而,现实生活中,我们常常听到的声音却是, 工作太忙了,没时间去锻炼。 运动太累了,坚持不了。 健康的身心状态是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的基础, 也是享受生活乐趣的前提。 健康不仅是一种享受,更是一种责任。 要知道,一次次透支身体, 懈怠的背后都在掩埋着生活的危机。 很喜欢老舍的这句话, 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, 我们才能在生活的舞台上自由地行走。 人生有且只有一次, 当你把健康置顶积蓄好能量, 工作,生活也会奔赴良性循环。 算好健康账, 就等同于有了人生最贵的本钱, 以给人翻盘的底气, 享受到岁月更多的欢愉与恩赐。 三,算准人情账。 有人说, 人生在世, 最不能欠的就是人情账。 人情账就像一张网, 一旦出力不好, 信任和关系便很难回到从前。 因为你的好心, 很可能成为他人愉悦的底线, 将你的善良随意舍弃。 昔日, 杨将与赵祥凤夫妇曾是多年的好友, 共同居住在一起。 作为颇有经验的杨将, 他对比自己年龄小的赵祥凤格外关照。 杨将不仅主动帮忙给赵祥凤带孩子, 就连难得的水果和蛋糕, 他也毫不保留地与对方分享。 尽管常人都会对此心存感激, 但赵祥凤却对此漠不关心。 一次, 杨将雇了洗衣工人来帮忙洗衣服。 谁知, 赵祥凤却认为是理所当然, 要求优先为自家清洗衣服。 杨将女儿一听这个要求便回答说, 我们先把自己家的处理好, 然后再来帮你家清洗。 杨将听到声响, 立即从厨房冲了出来, 保护自己女儿。 之后, 杨将对赵祥凤彼之不及, 从此断了联系。 真正的友谊不仅需要彼此理解和支持, 更需要尊重和善意。 人际交往中, 有一个一百减一等于零的定律。 简单来说, 就是即使你前妻付出再多, 如果再某一次没有满足对方的期待, 之前的付出就会被清空归零。 听说过一句话, 你来我往, 彼此真诚, 两个人才会抱团取暖, 两颗心才会越靠越近。 日常交往中, 要想维系一段健康的关系, 就得算好人情账。 感情是一种双向流动, 把握好人情的界限,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负责。 四, 算对家庭账。 俗话说, 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, 也是幸福的源泉。 家不仅仅是居住的场所, 更是我们在遭遇不公和沮丧时, 灵魂修气的地方。 要知道, 家庭是爱的温床, 亦是成长的摇篮。 但有人往往觉得, 养家就是多赚钱, 实际上, 多关爱家人和孩子, 多理解和陪伴, 这份付出远比金钱更为珍贵。 梁启超在家书中写道, 你们须知, 你爹爹是赋予感情的人, 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。 这种毫不掩饰的父爱表达, 不仅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爱心, 也让他们在充满爱的氛围中, 懂得如何爱护自己, 更懂得如何关爱他人。 梁启超十分重视孩子的兴趣, 尽管他希望女儿出国学习生物学, 但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。 儿子和别人打架, 他严厉引导孩子反思, 并亲自带着儿子向对方道歉。 孩子们在亲情和关爱中茁壮成长, 最终都展现出了各自的才华与钱囊。 正是注重沟通和理解的家庭教育理念, 才让梁启超有了一门三院士, 九子皆财俊的美誉。 恰如歌德所言, 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, 只要家庭和睦, 他便是最幸福的人。 确实, 家庭和谐无疑给孩子创造了一个优质的成长环境, 无形中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。 即便生活并非一帆风顺, 但在良好的家风下, 传承下来的精神与力量就像一笔宝贵的财富, 指引着我们铺就人生更美好的未来。 鲁迅先生曾说过, 生命短暂, 不可负有限, 光阴于平庸无为。 人生碌碌, 于光阴中不虚度, 于平凡中不平庸, 才能守好人生的账本。 算好财富账, 投资自己升级财富通道。 算好健康账, 维系生命之路更加长久。 算好人情账, 捍卫和谐相处树立准则。 算好家庭账, 构筑爱与责任, 坚如攀势。 只有真正理解和管理好这撕笔账, 把握生活的机遇和挑战, 才能够行制人生的谈吐。 岁月匆匆, 愿你我都能算好人生的账, 手中能量的场, 活出富足而丰盈的人生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